大家好 今天玩的是愚人聖 很久沒有出聖騎士的牌組了啦 在這個版本裡面 好像也只有兩副套牌可以用 生氣聖和愚人聖 那我比較喜歡愚人聖啦 因為愚人聖的話比較符合現在的環境 盜賊比較多的狀況下 愚人聖鋪場能力強 又是個快攻 所以是有對局可以打的 生氣聖的話 好啦 等我哪天真的很生氣的時候再玩 騎手流牌的話盡量都是抓伊費 那伊費有八張 實際上能留的就只有招草者 和休眠魚 那就叫睡覺魚好了 因為他會睡兩回合再醒來 其實這一套的魔城沒有想像中的這麼貴 芬莉還有莫菇莫菇菇 都是可以考慮換掉的 二費的話就可以放獵草魚了 那拔掉他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英雄戰場他常常都不來 好 那就不要來 我很想兩張都拔掉 但沒有更好魚人的選擇了 所以我們只好放上他 沒錯 他就是備胎 簡單來說我也是羅字羊 騎手流牌我們就去抓我們伊費最強的手下 沒有抓到 好吧 這毒魚也是直接下下去 前期就要做一點傷害 丟下伐老貓 不對耶 他怎麼那麼順又有伐老貓 那沒有被刺 好險 那嚇一下拋魚者 看一下給我們什麼魚人 藍塞 很好 兩點的爆發 但拔刀的盜賊還是可以加減砍一下一血的生物的 直接選擇封印命運 我是覺得有點開心耶 因為我三費可以直接排下魚人隊長 那我還是會選擇拔刀會好一點啦 因為拔刀的話可以搶節奏 而且可以看一下會不會有更好魚人的選擇 好啦 還是拔刀好一點 那砍掉這伐老貓 不要覺得傷害很虧 我們保這場面也是很重要的 我的拔魚者居然給他一個釣手 體質也太好了吧 我才拿一個藍塞 而且還可以法老貓 拿著這個蟲生魚 木乃魚 做個魔幻combo 有沒有搞錯啊 到底誰才是魚人陣啊 說不定現在魚人賊也很強 只不過就是少了一張釣手而已 那選擇鋪場啦 這個封印命運他已經交掉了 所以我是並不怎麼害怕的 結果他幫眾也是拿得很好 拿到一個狗頭人幫眾 輕鬆解掉我們的魚人隊長 做出個4-4的范克里夫 其實我看到這裡覺得有點涼涼的 這陣已經被他打回去了 我們前期場面其實算是很重要的 好啦 我們就拿起我們的釣竿 再繼續釣魚看能釣到什麼魚 釣到一個金隊長魚人啊 這是多麼奢侈啊 你看 這個寶藏盜結者 你只要合一張金卡 CP值就特別高 你可以拿到一個金卡的釣竿 金卡的釣竿是史詩卡 史詩卡的金卡 就是要一張傳說卡的魔城 那你隨便釣 你可能釣到一些史詩卡的魚人 或者是傳說卡的魚人 都是金的 哇 非常的賺啊 對手沒仔細看 還以為你是課金玩家呢 我覺得你可以不要有 莫菇莫菇菇 但不能沒有 寶藏盜結者的金卡 但這裡我們還是要丟下 莫菇莫菇菇 因為他太可愛了 他的死生的至尊 我真的是蠻少用到 因為你在前期快攻 就會兇死他了 帶這張卡主要就是因為信仰吧 那這個死生至尊 我也是真的沒什麼用到 仔細思考一下 他的至尊卡是洗進排隊裡面 並不是說8費就準時可以丟 那你們也知道 快攻這種排組就是不能拖太久 當然是希望盡早打死對手是越好的 這裡的魚人蘇醒呢 我們場上有兩隻魚人 我在思考要不要直接丟下兩張魚人隊長 這樣這回合的話 又可以直接提8滴的血量 那也是完全不思考要不要解怪了 這魚人隊長他一定要來處理 我比較怕的是他可能以太人幫眾去找個刀扇 那就可以解的比較乾淨一點 手中我還有兩把刀 應該是很容易斬殺他的喔 看他有沒有葛拉克朗之盾 可以幫他扛一下 或者是封印命運解掉魚人 那也都沒有 哇進化出一個可以補血的 但補完 你沒有解決掉場面的問題還是得死啊 所以他跟不上的話 還是會被我們這種快攻給打死 拿到我們的分力沒什麼用啦 也不是無雙 如果對手剛好是無雙賊的話 那張卡就可以有用了 那來到我們的第二場 打的是惡魔獵人 看到這睡覺魚直接拿起來 其他的生物怎麼都那麼大費啊 那我很不想要按天生技耶 按天生技就是在虧節奏 一隻一一的生物實在是太差了 而且是打惡魔獵人 這真的是被屌換 進了一個毒魚 當然還是不好 會被這三個直接優勢交換解掉 而且我這毒魚有機會貼給我們場上的魚人 去解掉一些比較大的惡魔 按天生技解掉先兵 惡魔獵人還是很難不順啊 看一下三費能進什麼 可以丟的牌 那沒有的話就是按原計畫 直接一個冷光先知 這樣的話 場上的魚直接都被加3滴血 現在來個魚人隊長好像不錯喔 我們的釣竿還沒拿到 所以我們的寶藏倒截者也不能直接丟 魔眼光束還截我們的場 到底截爽沒 這樣子我很頭痛 來了一個睡覺魚 那我們先抽一下 二費 莫菇莫菇菇 直接丟下來 這場有沒有機會可以用到 死身的至尊卡 丟一下沉默 他害怕莫菇莫菇菇了 那這場又沒有他出場的機會 不是我不給他機會 那五費的選擇 我們可能要照節奏丟了 現在也不適合鋪場 直接丟下一個體質還不錯的556 而且可以給一下聖盾 那就優勢交換解掉這三一 站個場面嘛 拔了戰刃 看他要不要選擇解場 雙刃斬和副刃斬都打了 那應該要選擇解場 那還是有機會了 他這回合拔刀是拿來解場 解場的快攻就是得下去 手牌是有點尷尬啦 魚人都蠻小隻的 沒想到我們右手進了個釣竿 他拿戰刃 我拿釣竿 鯭魚鯭魚 鯭到什麼魚 好吧 幫種魚其實還不錯 可以拿個法術幫種或者龍幫種 讓我們這個中期可能有點資本跟他打 不然我們怕我手牌的他進太小 前期也沒有搶到太多的傷害 我們看這個釣竿能不能幫我們甩爆他的臉 手中是個寶藏盜結者啦 所以支援來講應該是不會再輸很多啦 砍一下就可以拿一隻魚人 說不定我們還可以再拿到莫菇莫菇菇 又進了一個聖盾魚 來先看一下 法術幫中 好說不定可以拿到奉獻喔 拿傷害好了 神聖憤怒的話可以直接打他頭 雖然我們牌都比較小 但有職傷的話還是直接拿好了 因為等一下可以再拿一把刀嘛 但又是六點 打兩點的話應該是蠻容易的 他這裡血量比較低 所以要選擇來解我們的場面 這聖盾龍他必須得解 女技師 來啊 3滴血能不能少掉 沒辦法 這個狀況他還以為他可以曬啊 還不乖乖把我們的龍給解掉 寶藏盜結者 拿出門刀 欸不對是釣竿 甩爆他的臉 3滴血剛好帶走 他一個過度自信耶 他以為真的可以少掉那3滴血量 那第三場打的是術士 現在的術士 控制術嗎 還有控制術可以用嗎 因為犧牲器被削弱了 所以打惡魔獵人也沒有說到很優勢啊 喔原來是個任務術 那前期的話我們應該要盡可能的兇他 我們直接丟下我們的招操者魚人 然後再丟下我們的木乃魚 下回合他不管丟什麼生物 都可以毒魚 木乃魚把它解掉 丟了個223還不錯 我們直接上我們的毒魚 那第二張毒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直接上 上給血量比較多的魚人 這樣才不會被前期的術士 死影殘道可以解掉 怎麼有帶個吸取生命啊 怪怪的還是他是無雙 那我們進了個小巴嘎咕 下回合可以丟 那先丟下我們的木乎木乎咕 這個聖盾其實 要加攻擊力的話 好像要配合魚人隊長才有 比較有用一點 死影殘道解一隻 好沒有辦法解掉場上的魚人了 小巴嘎咕直接丟下去 加了1ER 傷害直接全部打他臉上 下回合再補個聖盾 差不多就要走了吧 虛空吐息還可以補一下血量 主要是看他有沒有祈求系列 然後火焰災火解場 沒有的話很難解掉這場面吧 費用之賞 直接丟下我們的556 武功的體質還可以 意外轉折 那你剩4費可以解掉這場面嗎 我手中還有一把刀欸 教徒的話配合火焰災火是可以啊 教徒跟信徒是不同的喔 教徒是311的術士 丟下暗影天窮 手牌太少了所以一定也少不光 手中還有一把刀 嗯那他應該也知道 進什麼牌很容易都會直接死去的 最後一場打的是盜賊 盡量去抓前期一費生物 有兩個魚人招潮者 而且我們是後手 看一下他一費有沒有東西可以丟 沒有那我換我們兇死他 直接信銀幣兩隻魚人招潮者 比較尷尬的事就是跟剛剛一樣 二費沒有東西可以丟 按天生機又有點太懶 所以看等下能進什麼二費以下的魚都好 我們養一下這攻擊力再K他頭 很好很好進個睡覺魚 全部砍他頭 下回合的話我覺得可以先補血量 而不是直接養攻擊力啊 你丟魚人隊長的話 可以等睡覺魚醒來的時候再丟也可以啦 避免他什麼封印命運或被刺解掉 所以先拿一下血量好了 沒死才可以繼續輸出嘛 感覺他很卡 所以剛剛也是直接丟下無賴 喔原來有賽佛瑞斯神明 兩費的話 他應該是直接拿吃魚人的螃蟹啦 直接被克制欸 他如果這裡拿什麼剔骨什麼的 拿個螃蟹真的是 有場面又可以解生物 太不公平了 小八嘎咕直接夾一一 剩下的魚全部敲頭 蘇醒的魚就顯得特別有用 因為我們手中是有魚人隊長的 活一隻就是再兩攻的攻擊力 芬莉 他是無雙所以用得到 只不過剩一費的費用 沒辦法 而且他選一個圖騰 圖騰應該是最沒用的吧 戰士的話還可以疊盾 還是真的什麼都沒有 場攻就已經死了 直接選擇投降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明天打到按讚數目標 也會準時發片喔 等一下 請問你 請問你 請問我 本來 請問我 請問我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